我們現在來進入到我們S-Mind的部分 那剛剛其實你已經看過了對不對 像我像這樣子 當作講義來用也可以 那麼您進到我們這個裡面 往上走 我們這裡 第一個已經過了 我往下 在這邊 新制圖裡面 目前 S-Mind的其實有什麼 你可以從官方網站去下載 安裝板每個安裝板都可以 那你也可以直接進到它原端的 進到它原端的都沒有問題 那麼 這裡我有提供幾個範例給您稍微看一下 其實新制圖是一種思考方法 你有什麼工具 老實講都沒有關係 就是新制圖工具他最重要就是靈活 你可以有很多選擇 那用S-Mind的呢 最主要是方便 我覺得他在視覺上 呈現效果還不錯 那因為有很多 這個新制圖工具 他 老實講看起來就是 比較醜醜的 比較樸素 比較樸素沒有那麼多花俏 所以 這個呢 你就看你的需求 那我們在這個 裡面有四個 有四個 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我不知道 現在速度應該是不會太慢 從雲端點上這樣下載下來不會太慢 好 那我把它打開第一個給你看 這個是 我在介紹那個新制圖的時候 因為我們現在要安裝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打開 如果你是用免安裝那種版本就變成你要 稍微 從上面這邊開啟舊檔 這樣了解嗎 好 那你看到這個 你看 我先把我收起來這樣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我的首頁對不對 下面這裡 有沒有覺得看到有點熟悉的東西 像不像Excel裡面那個叫什麼 工作表對不對 一樣的 因為如果你真的內容很多 想很多嘛 對不對 你就可以像這樣 你看點過來我的講義是長得像這樣子 那 這個東西其實不會是一次就完成了 因為有些人是怎樣 走路的時候比較有感覺 有的人是插玻璃的時候比較有感覺 有些人是吃飯也會有感覺 有些人是晚上不想睡覺也會特別有靈感 對不對 那 這些東西就慢慢累積起來 那 你就可以思考 喔原來 我以前有想很多 有沒有 有想很多 這麼多 而且呢 你現在看到這個 還不是 我最原始的版本 因為這裡還有一個功能很重要 叫做 修訂歷史 其實我們常常在規劃活動也好 或是比如說你有一個主題 你要去思考的時候 你 必須要想很多東西 但是呢 也許 你有想到十個 搞不好這次只用到兩個 請問另外八個怎麼辦 丟掉丟掉丟掉 這樣不是很可惜嗎 你可以留下來啊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新制圖的目的 你看我把它打開 你就知道我這個文件 你看 我從2012年開始用了 你們如果用手稿的 應該早就丟了吧 有去一些博物館嘛 名人才需要留手稿 以後人家 你變 赫赫有名的時候大家說 你怎麼記錄的 但是 我們數位文件其實真的也可以留下來 你看 我可以預覽一下 我以前是這樣的版本 你家 有沒有 然後呢 慢慢的 換成這個版本 這樣可以開始做那個 縮時攝影了嘛 因為每次變一點 每次變一點 然後就慢慢 改變有沒有 對不對 你有需要你就回到這個版本啦 就可以隨時回到過去啦 當然 這個功能 目前是有單機版 雲端版 目前沒有 因為這樣會 增加檔案大小 檔案大小 雲端版 目前沒有 可是呢 單機版有 所以除非你把這個功能關閉啦 不然 你 只要有保存下來的話 我隨時要看 我的歷程就看得更清楚 對不對 那另外就是 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覺得 這些 內容好多 我想到好多 那你也可以怎麼樣 像在這裡 我覺得 這個主題面 好像 還可以再延伸 你就可以按右鍵 把這個當做一個新的 主題 有沒有進來 以它為主 繼續往下 對不對 那你有超連結 我可以再回去 有沒有 我可以再進去 是不是可以繼續編輯 他有這樣的概念 雖然他 在這裡 他有簡報的功能 因為我以前也有一段直接用付費的 可是我發現 這個付費功能好像也沒有 讓我的新制度變得比較好用 我用免費的我就覺得很好用啦 好 所以我後來就沒有再用付費 的這個功能 所以 你看像我們這樣用 有沒有很簡單 那另外這個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剛剛還有下載另外一個 喔 這個是雲端的 還有一個 我看一下 Google地球好了 好下載下載 其實真的 您思考過的這些東西啊 不要客氣 因為 都是你的精華 對不對 很多 很多東西 有時候你現在有想到 糟糕 以後等你要 那個 然後再重新思考 不見會想到一樣的 每次都會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這樣 你看 我這個裡面 有沒有很多 那我把它稍微縮小一點 其實你就會發現 喔 怎麼會想那麼多 因為要講一個 我要找很多資料啊 對不對 因為其實我自己每年都會 給自己幾個主題 然後做新的 新的 這些演習的 內容 一來當然也是自我學習嘛 對不對 二來 你因為要講 所以我要準備多一點 要準備多一點 所以 我會像這樣子去 思考一下 有什麼東西 想一想 那如果說我發現 這個又跟哪一個有關係 這個跟這個好像有點關係 我就再拉一條 參考線有沒有 然後呢 覺得這幾個 這幾個 稍微 不錯的 我要做個總結 像這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很靈活去運用它 因為新自主 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夠靈活 不好看沒關係 但是要夠靈活 因為我們常會變來變去的 比如說 這個 這個好像是 這兩個 應該跟它有關係我就直接拉過來 這樣也可以啊 對不對 變來變去 你千萬不要用微軟 內建的那個 啊 你們握裡面沒用過 拋放裡面用過一個叫做 組織圖 也許你用組織圖 畫組織圖可以 但是千萬不要拿那個來做新制圖 你會抓狂 那就怕用 因為你用錯地方 當然我們這個 你可以隨時變 隨時變 比如說這裡我要變組織圖 你這個 樣式 可以馬上變成組織圖 有沒有馬上就改變了 這個是新制圖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 每個節點都是獨立的 這邊我覺得這樣太長 你就 換一下 換一下 時間走了 有沒有這樣就拉長 對不對 所以它要夠靈活 這個是我們在 新制圖裡面 去使用的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好那簡單介紹完 你也看過我的應用之後 我們現在就來試看看 怎麼樣來使用這個軟體 好不好 好 啦 阿密 谢谢观看